天呀呀 海月 迷呀 迷之音 一首周旋的老歌 大家有没有一种仿佛穿越到了民国时期的感觉 大家好 我是三静游 现在看到的是三溪于次民国时期 一处金融色贸建筑 晋通花店 这个可不是我们平时见到的那种鲜花店 它的背景很深 它的东家就是三溪的土皇帝 延熙山 民国二十年 1931年 延熙山对各县极致 在太原等地开办静渝号 又在各县设立了分号 民国二十一年 也就是1932年 延熙山批准投资三十万元 在于次的富户街设立了分号 名为晋通花店 晋通花店 以晋银棉花为主要应用 规模在于次棉花行业中位居首位 成为了当时著名的棉花经营场所 这处建筑保存完整 主体为砖木结构 仿欧式风格 水泥外墙装饰 坐北朝南 它是一个二进院落的布局 虽然是中西河壁 整个建筑也保留了很多 中国建筑的风格和元素 民国建筑非常的漂亮 我个人认为 完全不属于西方的现代建筑 好 好了 现在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进这个一进院落 先看一看 正堆着我们 这个是个二城的国厅 东西两边的厢房 二进院里正有工人师傅正在修散 正堆着我们是一个二城的正厅 这里面正排场 看着窗帽跟门帽 这个就是民国建筑的特色 现在从这个楼梯上去看 石头上来的大西方 入镜头很滅 sangified couples出席 FAM 叙月月都是浪П仁 小丝月он 肚子 可可可可可可可复 了興趣又可可可可可 ох 一根针都插不进去 太细了 他这么狗 当时你刚才说 李渊龙跟秀行 见他父母的时候 就在这张座做什么 不是吧 是李渊龙在这站着 他父母就在上面 在这张座 李渊龙当时在这个位置 站着来 他父母在里头坐的 刚才是在里头坐着 出来之后在那个台阶上 见到一个 对对 这边有个门 还没不知道是去哪 也有 这个是这个二斤院的后花园 人会享受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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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